好,各位同學,我們看看DXC Physics 2015年的第20條 Visual falling gives the order of magnitude of the wave links of ultraviolet radiation UV 和microwave 這些其實都是背數據 對於某些同學來說,背數據是容易一些,但對於 又有其他同學來說,不喜歡背東西,讀Visus,不背東西 那怎麼辦呢 都要背,怎樣都要背一點 但要怎樣背呢 有一點方法 容易一點大家的記 首先在整個EM Spectrum裏面 最熟悉的Visible Life Visible Life 不知道大家記得那個Range是多少 大概是400-700 如果你想準確一點,應該是350-750 NanometerNm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轉為order of magnitude order of magnitude order of magnitude 即是十的次方 十的幾次 所以轉回它,即是十的負七次 記住Visible Life即是十的負七次方 十的負七次方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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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的 接著我們就可以對上對落了 什麼叫對上對落,我通常就 frequency越高 我放在右手邊 frequency越低,我放在左手邊 OK 那 所以呢 對落 frequency 低一點 那就是什麼呢?就是這個Inferred R Inferred之後 就會去到microwave 再下去呢 就是Radio wave Microwave和Radio wave 其實比較 相似 無論Properties 還是它們的用途 而對照 對照呢 Visible Light,可見光 再高一點 那當然是UV OK 我相信IR和UV大家都容易 記憶 相對地 都有多一點的印象 因為我們平時日常生活都會說到多一點 那UV在對上呢 就是用來 看你身體裡面的X-ray X-ray在對上呢 其實就是 高能量的Gamma Ray 所以你看到我們把Visible Light定了位置之後 其實 對上對落就分別三隻 那為什麼Visible Light是負7次呢? 1,2,3,4,4,5,7款 中間7隻 那這些 的一些說法 方便自己 記住它是負7次 那為什麼那麼強烈負7次呢?因為對上對落我們就開始數 剛才說了 什麼叫對上是frequency高 所以 這邊的frequency是會升高的 那就是倒轉 Lambda是下降的 所以倒轉寫 倒轉寫 Lambda其實是由右至左越來越大 OK 這個呢 大家要小心留意 那是什麼呢?我們說400-700Nm 是Visible Light OK 對落呢?所謂對落呢 是跟著變成Inverred Inverredred 紅色 而向左手邊 是 Lambda越來越大 所以記住78 其實是紅色 是Visible Light 400Nm 是紫色 哇,厲害了 這個千萬不要撈亂 OK 因為通常 細至大這麼說是400-700 OK,接著就紅字紫 通常都是 那又以為我400是紅色 700字紫色 不是 那就不要倒轉了 那跟著 我們現在目標是Order of Melative Ir的Order是什麼 然後記著 大概 大概就是什麼 每一款 每一款 就有三個 三個Order of Melative 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7 可以 所以 對下就是 654 654 OK 那就是說 10-6次開始 去到10-4次 OK 差不多了 10-4 差一點點 然後 3-2-1 OK Microwave就是什麼 10-3次 去到10-1次 然後再小一點 10-1次 再 不是小一點 其實大一點 再大一點 就會是 Radio Wave 10-1次 是什麼 大於10-1次 記住這個是副次方 OK 那跟著 記住這裡寫的Order of Melative 全部都是關於Lamda 是Lamda 然後去到UV 那又如何 再去上上 OK 7 VisibleLights是7 我不會數上去 應該890 OK 但不是 VisibleLights很窄 很窄 你計算一下 7-890 那就是 負8次 直到 負9次 啊 那麼硬 對一點 然後 Xray 負10 直到 負12次 Gamara 就是 再短過12次 短過12次 那就是 Gamara 短過-10的負12次 就是罪惡地狼英語 OK 大概就是這樣去分了這7種 Em radiation 他們那個Wave length 的範圍 OK Lamda 是這麼多 那 frequency是什麼 frequency是什麼 你就自己計算 OK 因為我們知道 Speed of light 就是3乘10的8次方 你多一多計算而已 計算出來 不是一個難度 我們最重要記到其中 他們的Wave length 或者幾乎的frequency 我們就很容易 可以計算到 另外那隻東西 我就選擇了 Wave length 的範圍 那就是這樣 雖然這條問題是背書體 應該沒什麼解 但是 這裏嘗試給大家一些方向或方法 去記了這些 範圍 Otrafonic radiation UV 8 9 10的負8次 Microwave 負1至負3 的範圍 即負2次 負5次 就比較接近Visible Light 所以就屬於 Infrared來的 未去做Microwave 所以答案 A 準備 節奏 稍等 下文